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不必惊喜 我看过那个宫 还有那个宫所珠莲 特别科幻 特别好玩 有些事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情况下 怎么去演绎都可以 对吧 它只要是合理的演绎 我觉得都是可以 一直以来 大多数古装历史题材电视剧 都以还原真实历史人物和故事为学口 的传奇 反而给加重惩罚 1991年 细说乾隆成为细说历史题材代表作品 这部剧描写了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事件 但主轴却是江湖男女的恩怨情仇故事 这部戏让男女主角郑少秋和赵雅芝 成为当时公认的最佳情侣 令很多人印象深刻 但是剧中的历史故事基本上纯属虚构 我要报仇 痛不痛 不痛 只要你在我身边 天涯海角 我会记得你的 1993年的电视剧《包青天》新冠犯案的故事 已经推出《立刻锋》 已经推出《立刻锋离宣传》 总有过《包青天》 铁面无死 边中间 扮演包公的金钞群 扮演斩刀的何家俊 其扮相都深入人心 虽然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多数并不属实 但是不少观众还是被英明神武的包整深深吸引 赏方宝剑 如正清明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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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历史 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台湾教育专家认为 把电视剧纳入学校作业 不是坏事 但应谨慎规划 以免学生吸收到错误信息